露天食市富有特色 很受市民歡迎 但申訴專員工處指出 投訴食市違規佔用政府土地 擴展營業範圍的個案越來越多 令阻塞通道 衛生和噪音問題越趨嚴重 申訴專員工處的調查批評 食環處未有善用資源 依賴衛生督察在辦公時間執法 令到晚上和週末的為例情況猖獗 又主要以罰款只是一二千元的阻階罪 及再途則或定意外地方經營食市罪檢控違法食市 很多食市為何不懼怕檢控或罰款 因為罰款對食市來說是不足道 覺得當作比租金一樣 食市非法抗戰人士 收到投訴後 有關地區上的衛生督察會特別安排 是可能某一晚或特別的時間才作出這些巡查行動 公處建議食環處以管理無牌小販的方式 設立特遣隊由一星期七日都工作的小販管理主任 參與相關執法行動 而對於持續違規的無牌食市 就採取更加嚴厲的執法行動 包括向法庭申請封閉令 和簡化食市被調消牌照的上訴程序 食環處就回應說 會積的跟進報告中的建議 包括繼續執行設施可行的措施 以及會考慮和審診研究其中一些新建議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鶯賴報導 至少 水光 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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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